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KateSys 今天是星期五 这再次出现在地球欧洲无人区的九曲弯 它的位置呢今天稍微有点奇怪 好像是要走外面走是可以进去啊 不过我是从侧面爬上去的感觉 好像也无所谓 反正 那个路我是不太清楚怎么走到比较正规的路线 因为我真的觉得 看他这个位置实在是有点蓝色 今天大家看了一下的东西啊 怎么说呢 对于猎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失望 不知道他卖的是什么鬼啊 我搞不懂为什么密敌者会再次出现第二次 因为其他两个直接都没有出现重复的东西啊 猎人干脆就是和上上周的东西是重复的 非常的奇怪 这边路上应该是可以上来的 走里面走 不过我直接走外面走就行了 大家都可以从外面走都可以上来的 第一个东西呢是警惕语义 好像在繁体中文中叫做警惕之意 这把枪的话其实就是五连一把标标准准的PVP枪吧 他这个样式其实和之前的这个TO的奖励也是非常的像 然后他的外观叫做 王者之书 王者之书 王者之书的话正好也有这把枪我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到过 打了一下的话其实也还好 相对于这个版本来说的话 这个版本好用的紫枪实在是太多了 相对于来说呢 其他的一些武器比如说主武器的魔鬼中的天使 然后还有把冲锋将叫什么什么地啊 忘名字了 主武器的话就是乌利尔的礼物和维一术 维一术的话呢感觉其实并没有乌利尔的礼物强 因为主要是无一术的增伤值在最后15发左右就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增伤吧 我们之前测可能每个地段增伤不大一样 有地方百分之三有地方是百分之十 也是根据这个区域级别有关系 另外的话就是使用这个报名正义 报名正义的话PVP也算不错 尤其是下周IBL开了之后也大概的要去稍微筹备一下这个PVP装 不过我考虑到呃配点啊 可能考虑到去换另外一套装备去打会好一点 暂时决定的话 我还是使用这个魔鬼中的天使和乌利尔的礼物去打中武器的话 可能会去好玩点 用线圈或者是其他火箭筒去打吧 比如说是蟹木啊 这个蟹木现在不在我这耗上了 所以说也还好 我这个人怎么变颜色 其实警惕鱼呢 这把枪用起来有一点稍微不舒服的地方 就是说他虽然说是五发 但是他的这个射速并不是特别的高 算是一般般吧 其实如果这周是FWC赢的话 那把三连还是非常不错的 可惜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死亡轨道就赢了 然后给了一把没什么用的枪也是挺奇怪的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很多人会去投这个死亡轨道 而且在推特上这个前期投票也是有大面积的玩家去投给这个死亡轨道 很不明觉厉 其实这把警惕之遇的话 如果说你在主武器没有什么特别好用枪的话 而且没有打算配其他金枪情况下的话 是可以买一下的 是可以买一下的 这把枪呢 在你没有什么比较好枪的时候呢 打也是非常的有优势 尤其是在附武或者重武器上没有金枪使用的时候 可以稍微配备一下的 这把枪的话 打人的话还算是不错 只不过他有个弱势地方 就是说他射速太慢 可能在对射情况下 尤其是禁止率对射情况下会输掉 这个这点是比较麻烦的 但远距离的话还算比较好用 我之前有用过 还算行 只不过说真的 相对于其他枪来说的话 可能还是稍微弱势了一点 不过对于下这个IB来说 他第二技能是没有用的 因为IB的话 打Ctrl 几乎不可能面临这个最后存活的这种情况 所以说也是挺尴尬的 不过因为本身枪的手感还算不错 可以拿出来用一用吧 对于这个猎人头密敌者 我也不想说了 这个头呢 他已经是第二次出现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官方是不是有多讨厌猎人吗 为什么要出一个 基本上可以说这个PVE没有用的头 PVP的话应该说还好吧 我昨天稍微用了一下感觉还行 因为我先PVP考试使用的话 一个是奔跑鞋 一个是雷达头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密敌者 三个装备选一样 不过感觉密敌者的话 可能打起来会比较好玩一点 雷达头的话可能会更稳一点 不过因为雷达头 并不能准确的看到目标位置 所以说有时候会比较尴尬 密敌者的话可以稍微拿出来玩一玩 不过这个头实在是太扯了 实在是让我有点 拿不出手这种感觉 真的是有点太扯了 至于这个难以逾越的颅骨堡垒 之前我还跟我朋友开玩笑 说这个名字真的很奇怪 难以逾越的颅骨堡垒 其实这个头呢在天命一代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 使用电弧近战技能完成击杀可 恢复生命值并补充近战能量 其实这也还好吧 因为这个版本PVP的话 近战并不是很强势 基本上一个技能打下去都打不死 这点也是挺奇怪的 不像以前的strike太坦 一拳可以吹死两个人 现在这个版本呢 正是一拳吹死一个的有点难度 所以说这个头也并不是特别推荐去配他 真的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至于这个术士头耐扎雷克原罪的话 他这个头是新的头 这个头呢是虚空伤害造成击杀后 可提高技能充能速度 其实对于这个技能充能速度的说法 我不知道他是指全部还是指单个 这点不是很好说 但是我感觉配的人挺多的 主要这个头看起来比较炫炮 头上长两个脚看起来挺怪的 不过虚空的话可能优先的话 会选择这个吸血的鞋子 因为打PVP的话会比较有用点 PVE的话其实也还好 不过那个鞋子相对于一代版本的这个虚空吸血 已经削弱不少了 但其实对于PVE来说的话 还是推荐这个奔跑鞋 也是上周的那双鞋子 其实不知道怎么说 这个版本的PVE呢 似乎好像跑得越快越好 有些术士这种小短腿 在这个敏捷低 而且没有这种加速鞋的情况下 会比较尴尬 像我朋友的话他特别喜欢穿那双加速鞋 不过的确打锐的话是挺有神效的 还是蛮推荐使用的 至于这个头的话 我觉得看心情用就行了 因为他这个回复充能速度也就这样而已 如果说像什么吸血啊 比较明显的这种效果的话会更好一点 其实也不是特别推荐 如果说你是外观挡的 完全可以收集 那这次东西卖的话还是优先买这把枪吧 至于后面三件装备的话 并不是特别推荐 尤其是一滴者已经重复过一次了 完全没有必要去买它 至于 至于太坦和术士的话 太坦推荐度并不高 而术士的推荐度还算是可以吧 按照好坏来说的话 应该是术士的是最好的 我还真希望这能卖一些比较有用的枪 不过这个版本经枪都比较烂 那这期视频就做到这边 拜拜